还相见的原形是谁 历史上还真有这样一个女人 前目的起码有三处乾隆帝 对于湘妃的故事 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 把根据史料 记载在乾隆四十多个后宫嫔妃中 确实有一个女人是维吾尔族女子 至于这个女人身上 是否有传说中的香味 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但是乾隆帝只有一个维吾尔族妃子 却是史实无庸置疑 她就是荣妃在如意传 中寒香剑可以说是一个重磅人物 正是她的出现让乾隆仿佛年轻了回去 乾隆对寒香剑的喜爱 可以说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而这个寒香剑其原形 就是历史上的荣妃传说 她欲容为晋芳相惜人 即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 别有一种其方异附 欣人心皮电视剧中这个寒香剑本是范外一族的公主 为了讨好大清 国王就把自己美貌的女儿献给乾隆 可事实上 这个公主人家早就名花有主 心有所属了 可能真是那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寒香 剑越是对乾隆冷淡 乾隆越是对她上心 难道寒香剑真的有这么迷人吗 乾隆后宫家里三千 什么样的女子没有怎么就单单 被她迷得五迷三道 的呢 首先是寒香剑年轻貌美 人家也真的是颜值在线乾隆 是大清的皇帝 可她也是男人 是男人对美貌的女子 都会瞟上几眼 更何况寒香剑是她名正言顺的老婆呢 可是 这个老婆竟然对自己如此冷淡乾隆皇帝 当然会好奇了后宫嫔妃 这些女子大多数都是满清女子 虽然也有少部分的汉族女子 可是 这个穿着其他服饰和抑郁长相的女子乾隆 还是第一次碰见 这种新鲜感乾隆 当然要尝试下若是乾隆很轻易的得到她也就罢了 可是 这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子 却敢反抗乾隆的意愿 就是因为她已经心有所属 这无疑激发了乾隆 作为男人的好奇心和征服 尤尽管 乾隆对她是容忍纵容 亦或是威逼利诱 最终还相见 依然我行我素不改初心 这让乾隆一方面暗暗欣赏她的痴情 一方面对她更加喜爱 可是 后宫是个什么地方啊 那是能正常谈情说爱的地方吗 就在乾隆自己在这边追的火热时 后宫的各路小主 早就坐立不安 罗第一个极度的发疯 这就是乾隆 曾经深爱的如意 要说如意和乾隆 他们 也曾是两小无猜 对一对神仙眷屡可无奈 如意一旦进宫 就不得不进入这个后宫的江湖 纵然她在爱乾隆 也是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在各自为政的后宫功斗中 如意能坐善皇后的位置 可以看出她也不是一般人 就在这里来我往的功斗中 虽然不是你死我活的结局 也可以说是杀敌一万自损 三千的下场 在这无数次的算计中 如意自然也会被诬陷 被设计 她在乾隆心中的印象 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单纯 善良的少女了 乾隆对如意的感情 也随着各种误解和猜疑的增多 而变了味道 现在又来了这个寒香剑 所以乾隆对如意更加冷落了 自此如意的极度心 被拉到了顶点 她知道想挽回乾隆 对自己当年的初心已经不可能了 可即使这样 自己也不能眼看着乾隆 对寒香剑如此纵容 这种纵容在寒香剑看来是狗皮膏药 可在如意眼里 这就是她得不到的疼爱 这种晒幸福 她受不了 她也不想吃这波狗粮 不被爱的女人 就是这样在如意这边 她早就知道寒香剑的心思 根本不在乾隆这里 可是即使乾隆的单相思 也让她心里不舒服 她甚至亲手给寒香剑端去绝育 她在如意心里 所有一切不被爱的原因 仿佛都是寒香剑给自己 造成的就在这种几乎扭曲的心理暗示下 如意愿意联合宫中的其他妃子 共同扳倒寒香剑 于是他们共同去殿前下跪 连名上奏要把寒香剑赶出宫去 可是这正是寒香剑求 而不得的 如果真被赶出宫去 那么自己就是自由之身了 可是乾隆的心谁扭得过啊 人家可是一国之君啊 别说一个女人 就是要了谁的命 也都是依着自己的心情 最终寒香剑还是得留在宫里冷眼 面对这些可悲的人 纵有万千宠爱于他 只是枷锁再多又如何这些后 宫的事情其实乾隆心里非常清楚 他知道寒香剑不会爱上自己 他也知道真正爱自己的是如意 可是他宁愿和寒香剑 就这样一直好下去 也不愿意回头去和如意寻找那曾经的美好 因为他知道如今的彼此都已经无法回去了 他和如意在这被围强围的言言实实的身宫里 虽然是那么的尽可视 彼此的心已经越来越远乾隆 之所以对寒香剑如此上心是因为 他认为寒香剑对心上人的决恋之情 仿佛就是当年如意对自己的感情 他无法让时光倒流 却可以在寒香剑的身上捕捉一下 当年如意对自己那番情意的影子 即使是支离破碎的记忆碎片 也可以安慰 以下他孤苦的心可以说 在这看似繁华实则冷漠的宫中 没了这份温暖还能去哪找呢 看来乾隆喜欢寒香剑的真正原因 还是因为如意啊 如果如意能体会到乾隆的这番诗情 那估计就不会活得 那么累了把史料记载 玉妃原请内藏心高宗 乾隆帝皇后一位皇贵妃 二位贵妃 五位贵 六位贫 贵人十二位常在四位 共三十六人 第二排七位就有荣妃 玉妃 新贵妃 庆功皇贵妃 淑妃 于贵妃 寻贵妃 但被认为是香飞藏地的 起码就有三处级 新疆的喀什 北京陶然亭北和尊化清东陵 参考资料 清史稿后非传 香飞墓在哪里 如意传 有太阳 一百万女 有太阳 超后一位 三十六八 一百万 an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